国家基建公司日前遭遇网络攻击 导致内部系统资料外泄 数码部长戈彬新指出 个人资料保护专员办公室 将会详细调查这起网络安全事件 以鉴定违规性质和涉及外泄的数据 戈彬新今天发文告表示 个资保护专员办公室也会调查这起事件 有没有违反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并决定采取什么后续行动 同时他提到国家基建公司已经按照指示 提交数据泄露通知给有关单位 另方面 戈彬新预告 内阁在两个星期前批准设立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之后 这个隶属数码机构的单位预计在今年11月开始运作 他表示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创建生态系统 让我国成为区域人工智能枢纽 好 感谢观看